Hello 大家好 首先歡迎收看水晶療癒心法 我是Peter Peter峰 最近熱門話題都是講病菌、冠狀病毒 這一集我會講些什麼 怎樣去抗菌防疫的tips 首先如果喜歡這一集的內容 給個like和share我 記得按鐘仔和訂閱我 好了開始了 如果簡單的方法是怎樣呢 我會推介大家 水晶很簡單 水晶柱 為什麼呢 因為白色的水晶 白色在風水學上五行學上 是代表屬金的 金是什麼呢 金是代表肺 如果你有白色的水晶 用布袋包著它 放在褲袋或者放在手袋 是可以保護肺部的功能的 亦都可以強化你的肺部功能 甚至乎你用來打坐 亦都可以 好了 如果你說 Peter老師我沒有水晶柱 我是只有水晶手鏈 都可以 白色的水晶手鏈 你可以戴在左手 或者戴在右手 如果我不戴 好像剛才我教的方法 放在袋子裡 或者放在手袋裡 都可以 好了 第二種方法是怎樣呢 閃靈鑽水 你可以喝 放在杯裡 放最少七粒閃靈鑽 我想跟大家講講 閃靈鑽一定要是這隻 即是它本身兩邊的切角 是好像鑽石的尖尖的 我隨便拿一顆出來 好像這樣 兩邊都是尖尖的 是天然的切角 並不是說用一些水晶 後天去做切角 不是那隻的 是天然的 七粒 浸一個小時以上就可以了 因為這個閃靈鑽 它的花名叫做淨化之王 很多人以往我介紹了很多朋友 也聽到很多feedback 都很有限 譬如我自己這樣講 我有一些喉嚨痛 作感冒 我喝一杯或者半杯 大概一會沒有多久 你會覺得很舒服 那個喉嚨 原本是有些痛的 就消失了 是不是很神奇呢 好了 另一種是什麼呢 我之前都有介紹過 就是大悲咒水 或者是心經的水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整個都是水晶來的 連個蓋都是水晶來的 它黑了這個經文 因為如果大家是有聽開這個 心經或者大悲咒 都應該知道它的神奇 甚至有很多明星都有唱歌 你在YouTube可以看的 因為有些不是個個會念的 我自己喝水清水 和念這個心經都已經有超過二十幾年了 真的有很多不可思議的力量在這裏 我都是可以推介給大家 其實大悲咒水都很神奇的 我在網上看過很多不少的新聞 有些分享 有些醫藥什麼都無效 很神奇的 如果喝了大悲咒水 連續喝了三天 那個人原本的病是很快很快就康復了 消除了病的問題 這些真的是不是這麼神奇呢 你們自己要試才知道 好 另一種就是天然的素材 DIY 這個先拿開 那怎樣呢 大家應該都知道 綠柚葉 哇 是不是 綠柚葉一般是年二八 洗辣碳 很多人都聽過 但是我都順便講講 如果你用綠柚葉洗澡 譬如說我這裏都不妥 好濕濕 好黑仔 OK 你洗完之後呢 就不要再洗了 一次的 因為如果你再洗呢 記住 你連好運都洗了 這個綠柚葉呢 其實是來自哪裡呢 是來自於南方的 其實呢 如果通 通姓是有講的 綠柚葉很出名 幾千年的了 他都是有教 但是記住是南方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 咦 北方 那是什麼呢 北方呢 正正有少少不同 北方呢 就是用什麼呢 北方呢 就是用菊花 用來辟邪 以及將身體上的細菌 去洗掉 這麼神奇 是的 其實你們留意一下 有些所謂的菊花酒 正正就是讓人家喝完之後 就是怎樣 拒除一些不好運 就將那些所謂的負能量 弄走的 好啦 今天我教大家 怎樣用菊花 去除這個身體的所謂的不好的負能量 或者身體那些病毒 怎樣可以清皺 因為為什麼呢 再跟大家講講 菊花呢 如果你跟這個綠柚葉去比較 菊花的power 其實你看它這麼簡單 是強過綠柚葉 好幾倍的 如果大家想用菊花試一下 還有它的味道是非常鮮 好香的 我現在預備了另一個 另一個 大家看看 一般你去街市買 一枝枝的買 甚至乎有些是一棵棵的 一棵棵的 不要買得太小的那些 就是豆檸那些 一毫子那些 那麽尺寸就不要買 那些比較細的 有些是一棵有三四個孔那些 是為了十多元的 那些OK 你首先好似現在 我準備了一枝 這個大的 將那些棵葉 就是不要要它 那你就是 這裏就撕開它 現在我將這個試法 撕開它 OK 這塊呢 這塊不要扔 放下去 然後弄散它 好了 接著就怎樣呢 用熱的滾水 倒下去 就是焗它一個小時 OK 一個小時 接著呢 就用這個布去浸一浸它 那是怎樣呢 又有一個技巧 浸了之後呢 那我們去沖身 抹身 就洗了我們身體的細菌 負能量 好了 由頭後面開始掃 記得 由上面開始掃落底 而不是底掃上來 記著 因為你將不好的運 負能量 就帶走它 而不是在下面帶上來 後面先擦 左右 後面先擦 然後再在前面再擦 這樣就可以了 那你擦完之後呢 那些運氣各方面 都會回來 還有最重要是那些病毒 即身體那些不好的細菌 一一掃除 能量 剛才我講過了 它是比撈膠葉強好幾倍的 這個是非常之不錯的方法 那好了 另一種就是呢 很多人都未必會知道的 就是這個天然的膠性銀 為什麼呢 為什麼我會介紹呢 因為現在外面呢 你買那些所謂的 口罩不再講 廁紙 好了 那些消毒那些用品 哇 真正到處都買不到 斷貨 那好了 那怎樣呢 原來呢 有方法的 這個膠性銀 就是我一位很好的朋友 因為知道現在外面又買不到 他經常都是自己去做的 那你說是不是簡單呢 是不是難呢 那這個呢 要大家自己在YouTube那裡看 就是簡單一點我會講 因為詳細呢 因為為什麼呢 都是要一些時間去講解的 那他有什麼好處先呢 我先跟他講 一般的抗生素呢 是可以醫治三至六種的細菌 但是這個膠性銀呢 是可以殺了他六百五十種 六百五十種的細菌 還有它是可以碰到嘴 可以喝的 當然不是整支喝的 你可以 譬如我有一些頭暈生熱 不是多餓 噴在舌底三下 等一下再吞下頭 是可以殺了身體裡不好的細菌 非常之安全 為什麼呢 我自己用膠性銀十幾年 因為我家裡有養狗狗的 有時候你知道了 他的耳朵皮膚問題發炎 我一噴呢 噴了幾次之後 耳朵又不癢了 又幫到他 起碼又為什麼呢 他沒有甲醇在那裡 因為很多是那些 那些所謂的殺毒的工具 很多是有甲醇在那裡 會導致人 令到人體的健康不是那麼好的 所以我很推薦這一點 甚至乎現在呢 國外的先進國家 你知不知道大家 他們在那些飛機 裡面噴這個 不是消毒藥水 很多你知不知道 是膠性銀來的 還有呢 泳池呢 都是用膠性銀消毒 為什麼是安全的 你游泳的時候 你會喝到些水的嘛 好了 膠性銀呢 正正呢 好像現在這樣的環境 是做一個非常之好的角色 其實呢 以往呢 在幾千年前呢 中國甚至乎 大家看韓國電影 那些皇帝呀 高官呀 他們不是用那些筷子的嗎 筷子呢 他們那些筷子 全部都是純銀的 為什麼呢 原來他們早早 已經知道是可以殺了病菌 大家看看歐洲呀 英國呀 他們不是很多刀叉的嗎 那些皇室的人員呢 都是用刀叉 全部都是純銀做出來的 為什麼呢 亦都是可以抗菌呀 殺菌呀 防疫呀 是非常之好的 那 所以膠性銀呢 我就是很 就是從大家 純相這個推介給大家的 那 好了 那再講一下啦 那這個 艾草呀 大家 這包艾草呀 最好的就是野生 我手上有一包野生的艾草葉 其實我很多的 我訂了很多 為什麼呢 有時候我來沖身啦 我來或者是浸水啦 我來消毒一些東西 為什麼呢 艾草其實幾千年歷史的了 首先講講 大家如果哪些人有興趣呢 那你可以給個信息我 我可以送一些給大家 我訂了很多很多 那好了 講回 怎樣製作呢 那一般呢 那 這裏不用太多的 其實每次一堆 放在這個 這個盤子裡 這個盤子裡 再一樣 倒一些滾水下去 大概一個小時左右 好了 那就用毛巾呢 又是一樣 剛才我講過的方法 去清洗 後面先 由上落到下 前 然後由上落到下 這樣去抹身呢 那又可以去一些 負能量 和一些細菌的 那是非常之好的 這個是艾草葉呢 是很出名的 那你看那些電影啊 都應該經常有介紹的 甚至乎呢 剛才說的艾草啦 那有些呢 就造成艾舊 艾舊就是一枝枝的 其實它只是把那些艾草葉呢 就放了下去 壓縮成為 壓扁成為一枝枝這樣 那一般呢 它這些 就點著它啦 就比如放在 身體一些 有問題的地方 那大概呢 一串位置這樣 啊 很神奇呢 是可以很快去 舒緩了一個痛症的 那我有時候 我都有看 上網看 很多資訊的 那我記得 早前有位 女明星呢 她坦了 那後來她自己寫出來 她說 用了艾舊呢 令到她走得回 你說幾神奇 那很多種用法的 甚至乎有些人呢 就是定期的 每個月啦 用艾舊 加了個罐 在背部那裡推 每個月做一次的 那我亦都 有很多朋友都說是非常之好的 譬如有些或者他 動都動不了的 那些關節 那用了艾舊 經過艾舊一推之後呢 身體馬上改善了 甚至乎 還有一件很重要的 如果大家買 我先講講 我怕不怕了 在哪裡買呢 各貨公司有得買的 很便宜的 那一支 有些幾元又有 十幾元又有 一支 有很久用 那點着它啦 那不用用火種的 關掉它之後 好了 譬如你在家裡了 這樣 它有什麼好呢 它真是可以殺菌的 令到那些所謂 那些空氣那些不好的細菌 是可以清除了 但是它跟這個鼠尾草不同的 因為之前我都經常有講過鼠尾草 鼠尾草是去負能量的 那你說Peter 老師可不可以 小尾草又可以做殺菌呢 那麽久以來 一般小尾草 就用來去除負能量 是very good 最好的 那有少少不同 不要放在一起 有些一些不同 那是啦 那好啦 那這一集呢 我就介紹這麽多先 下一集呢 我就會介紹 怎樣提升 我們的免疫力 用做些什麽的方法呢 那我們是可以令到我們的身體 尤其是肺部啊 身體啊 更加健康 好嗎 記得了 大家如果是 喜歡我這個節目 那給個like和share我 記得按鐘仔 和按訂閱 下一集再見